作词 李宗盛 还无缘 爱恨终成云烟 山多高 路多远 这一生世界还只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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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一别永远 哪怕一世眷恋 只愿再看一眼 一个眼 陪你海角天边 何惧千山万水 为了执迷不悔 无流泪 有人之地便有江湖 各色人等纷争不断 原本相对平静的江湖中 突然出现一位 名叫伯爷锦刑的齐男子 但其人形式古怪 性格怪张 江湖中传言 他心狠手辣 杀人无数 在习得江湖第一内功心法 五要心经之后 不但杀戮了武林中各大门派 甚至将其恩师伯爷非凡 及师门寒英谷血洗 所以无论政派邪教 均将其视为死敌 清朝追杀 并对伯爷锦刑所拥有的 武要心经 垂涎玉帝 黑白两刀 终在殿荡山路 发现奇人情宗 全力击杀 黑白两刀 走 能追本尊到这里 也只有你们将军 你不杀我 我传你五药心经 提起五药心经 昨夜景形的死活 根本不值一提 小娃娃 你是不是叫江青柳 你是谁 我姓大 叫大好人 你练过武功 当然 我爷儿说我学得可好了 你根骨不错 可是你练得一点都不好 你胡说 你看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重要的 是流畅和灵贯 你试着 在第三招 弃尘左走 在第四招 腰随弃动 之后便可提出良解 心走风雷 异尘解析 弃尘单铁 如心如意 如影随心 声东击西 斗转星银 飞沙走时 断食狼烟 日贯长红 指歌为武 刚柔并济 蜻蜓点水 气行周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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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行 来 来 一边请 恭喜啊 谢谢 谢谢 请我 恭喜我来吧 恭喜 恭喜 你来请 那边 这边 恭喜 恭喜 谢谢 说礼 恭喜 请你送我来 恭喜 恭喜 南宫大人特意为小儿的盟主机认大典 送来了贺礼 江宝真是感激不尽哪 老盟主不必客气 眼下时局混乱 越是外患当头 越不能出现内忧 而你们江家这么多年 为了安定武林做了不少事情 本官今日亲自前来 也算是略表谢一万 大人过假 来都来了 何必着急走呢 不如一起参加完继任大典吧 不了 本官一届书生 你们江湖上的事情 本官不懂 也不想懂 更是不方便参与啊 如此也好 就不强求了 来啊 宋大人回府 不必麻烦了 本官自己从后院离开几个 还是那句话 朝廷 还是不要与那些江湖人士 有过多纠葛 明白 老盟主 告辞 老夫送你 请 请 各位 欢迎欢迎 那边请那边请 依 看来是九颖派的话听涛道 好 恭迎各位 恭迎各位 江公主 江少主 花掌门 十年未见还是中气十足 看来剑法更是精进了 不行了 老了 老了 开个三十宫就不稳了 倒是听说 江少主的残相神功 已经进入第九层了 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的武学造诣 我们这些人 看来是难以忘记相悲了 花掌门过奖了 清流啊 亏不敢当 花掌门一直游走边锤 以剑术独步武林 我听说 你曾一剑射下九支山 九颖派因此名 冯冻江湖啊 哪里哪里 五支 七杀 瘦五支 哦 此剑术非笔剑法 若论剑法当今天下 倒是我七袖剑派 和陈碧山庄有的一笔了 哼 自大之痛 江盟主 江少主 百里掌门 百里掌门 哎呀 江盟主 今日一过 就可以想想清福了 哈哈哈哈 是该歇歇了 啊 真是小儿 百里子楚 见过江盟主 果然是一表人才 江少主 方才听闻江少主神功已成 恰巧 我前两日也习得七袖剑法的 第十三式 不知道待会儿有没有机会 跟江少主 切磋一样 啊 嗯 若单一剑法论 七袖剑派 于陈碧山庄 平分秋色 南分伯仲 这讨教 我看还是免了吧 請留 去看看奶奶和晚禅那边 准备得怎么样了 好的 爷爷 好 百里老弟 今日 我们一定要倡议一番呢 哼 你们两个 前门不走 在这里打算埋伏啊 我堂堂不老程少主 倒是想在前门苦悦其名 可是工资在说前门人太多 不想做这个热闹 来了这么多人 哎 大多数是没见过的 少数是认识也不会说话的 更何况 还有些个阴阳怪气的 何必跟他们浪费口舌 嘿 还真是 刚刚啊 就碰到了七袖剑派找人的儿子 一见面呢 就没大理想 你说百里慈楚啊 他爹就是个诈呼的 你还指望他能跟你好好说话 我说工兄啊 好久不见了 我还以为今日 你不来了呢 这怎么会呢 今天 可是我们江少主的大好日子 我怎么会不来呢 不过说真的 这些日子 春光明媚 我当 不负时节啊 嫂子 嫂子 婉缠 我正要去找你去问菜肴的事呢 等你问 等你问 我们可就没有酒喝喽 走 应许 喝酒去 走 既然大典所需要的糕点菜肴 我都已经一一检验过了 这是菜谱 你还是不是要再过目一下 不用了 这不都已经送过去了吗 我相信你 那我就先走了 清流 今天病客这么多 肯定都要一一向你敬酒 你注意点 别喝太多 我给你准备好热水 晚上你回屋之后 泡个热水澡吧 不用了 这几日啊 你也辛苦了 等会儿去请完奶奶之后 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也知道 今天过后啊 我就是武林盟主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晚上我还要回书房 去整理一下思绪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去了 五行龙印到 今天各路英雄齐聚陈碧山庄 令陈碧山庄横毙生辉 唉 说来惭愧 老朽 容认武林盟主三十余子 为了武林的安危 无一日不是担惊皆虑 怎奈 点事已高 颇有力不从心之感 所幸 我们江家的九世孙江青流已长大成人 而且深得江家的武学传承 可以说是智勇双全 堪当武林盟主大位 所以老朽决定将武林盟主之位 正式地传给江青流 为此江家也备下博焰 一来呢 请大家做一个见证 二来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 辅佐清流 共框武林大义 来 老朽敬各位一杯 来 江盟主是武林前辈 还是晚辈先干为敬 少侠果然好功夫 这五行龙印本是武林共同的 往江家传江家老夫就陷过两次了 算上这次是第三次了 没什么意思 不如大家先好饮一番 玩得开心些 实在小子不懂规矩 这杯酒明先敬江少主 老朽主 你说呢 好酒好酒 谢巴黎公子 可是 这一来江少主屋内诸实繁忙 不宜好饮 二来 你要敬也应该是敬我 才是旗鼓相当啊 有趣有趣 叶玄 这下一杯我来 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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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客人们都到齐了 正在去闲厅 清柔说让我请您过去 您到了 就可以开始接人大典了 我听见外面热热闹闹的 早就准备好了 还奇怪 你怎么还不来请我 我一大早便在厨房准备菜肴 刚送过去 路上又遇到了清柔 就耽搁了些 所以 凡事敢早不敢晚 知道今天人多事多 就要早做准备 大典之后 清柔就是武林盟主了 到时候 恐怕这种热闹少不了 什么破王爷 来人 拿杯子来 暗缠啊 你嫁进我们江家 也有两年时间了吧 是 眼看着各门派掌门 都开始培养下一代了 你什么时候 才能给我们江家 添个一男伴女的 是暗缠不争妾 我呀 就是命苦 嫁到江家这么久 本以为少丧能光宗要祖 谁知道 年纪轻轻 就死在了那个老贼的手里 喂 李少侠 你慢吞吞地干什么吃的 没看见小爷玩得高兴吗 滚 是 倒上 我去去就来 你在这里盯着 聪明 知道了 老爷 我认罚 不管怎样 我们江家不能吴后 可是 清流整日公务繁忙 我连见他一面都很难 这生子仪式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放肆 做妻子的 多日见不到自己丈夫的面 不反省 居然还有理啊 奶奶教训的是 是宛船没有做好妻子的本分 知道就好 客人们都在等我 我先过去了 你自己回房 好好想想吧 都在问我 你呢 他如果走 你去家 爱 你 你去家 不开心 你去家 我去家 你去家 你去家 不开心 你去家 你去家 sab 你去家 你去家 怎么还有一颗长生鲁鱼 反正你每次都要喂我三颗 等你走了 我就吐一会 这会儿你又来喂我 无非就是多睡 这么多年 清不清醒 也不这么多年 来 张嘴 趁你现在还清醒 赶紧把五药心经最后四句秘诀告诉我 这东西是真不好吃 要不你也尝尝 秘诀嘛 这么多年我已经告诉你前四句 这后四句 看你表现 看我心情 也许再等个十年八年吧 少爷 要不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今天告诉你啊 为什么 很简单 再过一个时辰 我就要将五行龙印传给江青龙了 也就是说 他将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 江湖上除漠未到的事情 老朽可就管不了他 我和你之间 也就再无关系 但有一件事情 我今天必须办 清流这个孩子 武功虽然很高 但为人太过善 江湖阅历也太浅了 而你呢 相性残暴 轨迹多端 一旦逃出生天 将会是清流最大的患 换 我是他的爷爷 这件事情 我必须现在就帮他解决掉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选择 要么 你把五药新经最后四句秘诀告诉 我把它传给清雷部 你的武功绝学 也算是有传承 我给你留全尸 要么 我就将你碎尸万段错误承徽 让你和你的五药新经 从此在江湖上消失 江湖上再也无人知晓 对 还有件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已经老了 头发也都白了 可你却没变 这长征不老之术 老夫也想知晓 长生丸 你也试试长生丸 少废话 你到底说不说 江湖上的各大门派知不知道 他们如此信任的武林盟主江隐天 竟是如此道貌黯然的卑鄙小人 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杀你都不用武功了 江隐天 你讨当武林盟主 打着匡复正义的名号 把本尊关在这蛇属之地 其实 不过是为了这本经书 以你江家 现在在武林上的地位 这件事传出去 你就不怕被人指向吗 传出去 谁传出去 你还是我 别忘了 你是江湖上第一号杀人魔头 你甚至背信弃义地杀死了自己的师父 还是血洗了韩英国的叛徒 我也请行 你的祸会有人信你吗 江湖上的人 我知道的事还多呢 我知道江家那个小娃娃 即将上任的武林盟主 他要是知道和他爹 江少桑不是我杀的 你这个当爷爷的 谁都知道 是你杀了江青柳的亲爹 也就是我的独子 江少桑 谁 什么人 秦宇 爷爷 你怎么到地牢来了 奶奶已经到了 让您过去组织接任大礼 方才发现您不散 四处寻找 才发现您在这儿 刚才我们的话 你都听见了吗 爹 所以 孙儿刚刚看见门外碎石飞起 好奇心驱使 才下来看看 你来得正好 认识一下 这位就是江湖上澹湖色变的第一模特 博也请行 他不但欺师灭祖 血洗农门 而且以天下武林正道为敌 今天是你继任盟主的日子 爷爷要你亲手杀掉他 一来 在天下英雄面前立威 二来 就算是给天下英雄 一个见面了 除魔未盗 这是你的责任 别忘了 你的父亲就是死于烦心掌 你杀他 也算是替父报仇 真的是你伤了我爹 你刚刚是听到了 老爷 老爷 我爹 老爷 有 一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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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你 你 你 看 你 你就 你 我 你 我 呀 我 那才是骗小孩的玩意 你爷爷也只不过练到第八层 若不是我从小点拨你修炼心法 你以为你会比你爷爷强吗 我承认 你是教会我不少东西 所以我才没有在得知是你杀了我父亲之后 就立马回来娶你姓名 今天你就给我一个痛苦话 是不是你杀了我爹 你问我 你爹是不是我杀的 对 小娃娃长大喽 你说什么 你当时没有杀我并不是念什么师徒之气 而是你并不完全相信你爷爷的话 对吗 这是 这是 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是河门河派 继任大典不请自来 有何贵干 我叫什么用不着你们 我无门无派 今天来 就是来砸场子 他是何人 你这婆娘 个子不高 杀子不少 今天是武林盟主的继任大典 竟敢在这里说这种话 你知道在座的东西是谁吗 我管你在座的猫三狗四 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废物 当然 也包括你 狗死 武林中武功最高者方能成为武林盟主 我只来挑战的 比武还是比九 你们挑 难道我爹 真不是你杀的吗 我真的没有杀你爹 不过 我也真的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当年在燕荡山 本尊深重暗器 晕厥之前 算起来活着的一共有五个人 醒来之后 本尊就在这儿 活着的 就只剩我跟你爷爷了 我说我没有杀你爹 信不信有你呢 少庄主 有一名异域女子来大殿上讨乱 说要挑战武林盟主 现在正在跟梅宫走过招 老爷怕有什么意外 让你赶紧回去 好 你回去告诉我 是 我这就得了 等会儿我再回来问 等等 江青柳 刚才你提剑之时 明显剑气不足 这若是一时怒我攻心也就罢了 如若不是 恐怕你的残像神功 有问题了 是 走火入魔 我练的可是残像神功 乃是正牌心法 就算练不好 也不至于伤身 总之 无论等一下那抑郁女子武功如何 你都不可弃过中庭 否则必定走火入魔 当然了 办法不是没有 虽然没有 你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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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武就比武 玩暗器 有点太不入流了吧 是啊 他有铁扇做暗器 我为什么就不能用牛毛金针 做暗器 那好 姑娘 听说你要挑战武林盟主 那咱俩就光明正大地 是否谁也不让这事 看来你就是继任的武林盟主了 果然气度不凡 不过 我可是已经打了两场了 有点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妖女 刚才你飞暗器的时候 怎么不喊累啊 那这样 我让你三招 只手不攻 好 那我这功敬不如从命 这就是剑法 九分剑法 但是这九把剑也 请不行吗 放心 谁 动手 是 我 好 我 像有的»,RE 果然出神入化 对头区区一个妖女人 不在话下 外练筋骨皮 内斓一口气 你啊 连着筋骨皮 都镰不好 更看不出这一口气的察觉 要是 hairstyle 你几口气差点就没了 哼 怎么了 发现自己和江兄差距太大了 灰心了 不是 江兄这剑招虽然 可是剑气的 刚才展约那一招 您可以赢过这样吗 这才是残向神父的第五一场的 江兄小心 此人故意拖延时间 可能有战 此人故意拖延时间 请留 速速斩杀妖女 各大掌门 请随老夫去地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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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兄 你没事吧 扶我去地牢 走 走 也是一帮无名尸首 看不出门派 果然和刚才的妖女是一伙的 十一年来 伯爷景行都是关在江家的地牢 这武林都知道 有人觊觎也很正常 但是 为什么会是在今天 来劫狱把伯爷景行救走呢 不管是劫还是旧 伯爷景行没有跟他们走 只是杀了他们自己跑的 爷爷 伯爷景行跑了 青柳 你怎么受伤了 没有 刚才跟她妖女打斗之时 没想事出燃烟 结果 张青柳 刚才你提剑之时 明显剑气不足 如入古识 恐怕你的残相神功 有问题了 走火入魔 我练的残相神功 可是正白的心法 就算练不好 也不至于伤身 结果一时大意 让她给跑了 对 你要你释法奇怪 突然向我袭来 江兄是为了救我 才被那魔女踢了一脚 各位扎门 你们先回巨贤厅等我一下 老朽 要去送所孙儿 去 气血淤脂 内气骚动 已然是走火入魔之下 青柳 除了湄公儿 还有谁指导您的瘾手索 没有 前几日我在火山炼剑的时候 就感觉浑身乏力 中挺血 隐隐作动 方才 为了尸出燃烟 才冒险气骨中挺 结果瞬间死之剧痛 浑身乏力 尚心 依你看 青柳的伤势有多严重 尚心 一旦说无妨 我挺得住 尚心 尚心可保你性命无忧 但你体内经脉受创 气息虚浮 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武功 是不能再恢复了 尚心姑娘 你们天香谷 是武林第一药王公 而你们妇女 又被江湖上 视为天下第一神医 难道就没有办法救救青柳吧 天香谷屡受江家恩惠 青柳与我二人 又是自小就相识 我若着实有办法 便是拼上性命也在所不辞 只是 你所练的残像神功 非比寻常 况且如今你已经练到第九层了 内功之深厚 实在并非我所能控制的 为今之计 只有好生调养 确保性命无忧在做打算 我们武林中人 失去了武功 就跟废物一样 要这性命还有何用 尚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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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